老家,石铁生,常要在各种表格上填写机关,有时候我写北京,有时候写河北桌州,完全即兴,写北京,因为我生在北京常在北京,大约死也不会死到别处去了。 写诸州,则因为,我从小被告知那是我的老家,我的父母及祖上若干被人都曾在那生活,查词典,济贯一词的解释是,祖军获得人出生地,我的急性碰巧不错,可是这个被称为老家的地方,我是直到自16岁的春天才第一次见到他,此前只是不断地听见他。 从奶奶的叹息中,从父母对她的思念和恐惧中,从姥姥和一些亲戚偶尔带来的消息里面,以及从对一条梦幻般的河流、巨马河的想象之中,听见她,但从未见过她,连照片也没有。 奶奶说,曾有过几张在老家的照片,可惜都在我懂事之前就消毁了,46岁的春天,我去亲眼证实了她的存在,我跟父亲、伯父和叔叔一起,坐了几小时汽车到了老家,啄啄,我有点不敢这样叫她,啄啄太具体,太实际,因而太陌生,而老家在我的印象里一向虚虚幻幻, 更多的是一种情绪,一种生意,甚或一种光线一种气息,与一个实际的地点相距太远,我想我不妨就叫她非洲吧,一个非地理意义的所在更适合连接起一个言讯了,46年传说,然而它果真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地方,有残断的城墙,有一对接近摊体的古塔,是中心一堆草草丛生的黄土, 只说是当年中古楼的遗址,当然也有崭新的酒店,餐馆,商下,满街的人群,满街的阳光,尘土和较迈,城区的格局与旧北京城近似,只是缩小些,简单些,中心大街的路口,耸立着一座防骨台楼,也许是遭是个古迹, 唯一旅游事业而休憩一心,便额上五个大字,天下第一周,中国的天下第一拙实不少,这一回又不知是以什么为序,我们几乎走遍了城中所有的街巷,父亲,伯父和叔叔,一路直直点点感慨万千,这是什么,哪儿是什么,此一家商号或许是什么样子, 并一座寨院曾经属于一户怎样的人家,某一座寺庙,当年如何如何香火旺盛,庙会上卖风筝,卖兔爷,卖莲蓬,卖糖尿,面茶,老豆腐,庙后那条小街曾经多么平静呀,风船又鬼没出没,天黑了一个人不敢去走,城北的大石桥呢,哦,还在还在,倒还是老样子, 小时候上学暴雪他们天天都要从那桥上过,桥旁水流依依,桥下流水缠缠,当初可是费州一处昭明的景观啊,咱们的小学校呢,在哪儿,那桌大楼吗,哎呀,真可是金飞心底了,我听见老家在慢慢的扩展,向着陈峰的记忆深入,不断推心出城,望日,向着昏睡的老人慢慢苏醒, 唏嘘泰海之间渐渐升起勃勃起来,历史因此令人怀疑,寻着不同的情感,历史原来并不确定,一路上我想,那么文学所求的真实是什么呢? 历史难免是一部预制经典,文学要迷补它,所以看中的是那些沉默的心魂,历史惯以时间位序,勾画空间中的真实,艺术不满足这样的简化,所以去看着人间戏剧深处的情感, 不够的复杂,在被普遍所移录的地方去询问独具的心流,我于是想起戏传的诗,我打开一本书,一个灵魂就苏醒,我阅读一个家族的预言,我看到的痛苦并不比痛苦更多,历史仅记录少数人的丰功伪迹,期盼人说话会何谓沉默,我的老家便是这样, 卓州,一向都在沉默中,但沉默的身处被欢聚在,无比生动,那是因为,沉默这的并不就是普遍,而读剧的心流下,是被一个普遍读本简化成了沉默,汽车缓缓行驶,接近史家就去时,父亲,伯父和叔叔一声不响, 围睁大眼睛望着窗外,史家的就在绰绰绰落落几乎铺开一条街,但都九十修整,残破不开,这儿是六叔家,这儿是二姑家,这儿是七爷爷和七奶奶,那边呢? 哦,物就曾在那儿住过,简短的地语,情的像是怕惊动了什么,以至那一座座院落,也似毫无生气,一片死地,汽车终于停下, 停在了我们家的门口,但他们都不下车,只坐在车里看,看斑驳的院门,看门两边的石吨,看屋檐上摇动的枯草,看屋脊上露出的树梢, 伯父首先他不想进去,只要看看,我说就行了,夫妻于是负荷,我说也是,看看就走吧,我说,大老远来了,就会看看这房檐上的草呢? 伯父说,你知道这儿现在住的谁,管他住的谁,你知道人家会怎么想,人家要是问咱们来干嘛? 咱们怎么说? 胡汉三又回来了呗,我说,他们笑笑,笑得依然谨慎。 伯父和父亲执意留在汽车上,叔叔推着我进了院门,院子里没人,屋门也都锁着,两棵枣树尚未发芽,咯咯答答的枝条语无言碰撞发出清响,叔叔指着两间耳房对我说, 你爸和你妈,当年就在这两间屋里结的婚,你看见的? 当然我看见的,那天使家的人去接你妈,我跟着去了,那时我十三四岁,你妈坐上花轿,我就跟在后头一路跑,只跑回家。 我仔细打量那两间老屋,心想,说不定,我就是从这儿进入人间的。 从那院子里出来,见父亲和伯父在街上来来回回的走,向一个个圆门里望,紧张,又似抱着膝带,街上没人,处处都安静了进货挂蛋,走吗?走吧,虽是这样说,但他们仍四处张望,要不就再歇会儿? 不啦,走吧,这时候街的那边出现一个人,慢慢朝着边走,他们便都往路旁靠一靠,看着那个人,看他一步步走近,看他走过面前,又看着他一步步走远。 不认识,这个人他们不认识,这个人太年轻了他们不可能认识,也许这个人的父亲或者爷爷他们认识,起疯了, 崩吹洞屋檐上的荒草,吹洞屋檐下自三顶白发,已经走远的那个人还在回头张望,他必识想,这几个老人站在那儿等什么? 离开绿州城,仿佛离开了一个千魂索命的地方,父亲和伯父都似吐了一口气,想见他,又怕见他,哎,绿州啊,老家, 只是为了这样的想念和这样的恐惧吗?汽车断断续续来着巨马河走,气氛轻松些了,父亲说,顺着这条河走,就到你母亲的家了。 叔叔说,这条河也通着你奶奶的家,伯父说,哎,你奶奶呀,一辈子就是羡慕别人能出去上学,读书,不是你奶奶一再坚持,我们几个能上得了大学? 几个人都点头,又都沉默,似乎这老家,永远是要为他沉默的。 我在奶奶的星星里写过,我小时候奶奶每晚都在登下面这一本扫盲课本,总是把国歌一刻钟的吼声念成了孔声。 我记得,奶奶总是羡慕母亲,说她赶上了新时代,又上过学,又能到外面去工作,去马河在太阳下面闪闪发光。 他们说这河以前,要宽阔得多,人也比现在深,浪也比现在大。 他们说,以前,这一块平原差不多都靠着这条河。 他们说,那时候,在喝完睡浅的地方,随时你都能摸上一条大鲤鱼来。 他们说,那时候这河里有的是鱼虾、螃蟹、莲藕、鸡头米。 位子长得比人高,密不透风,五月街包粽子,你泡好了再去批粽叶也来得及。 母亲的家在费州城外的张村,那村子真是大,汽车从村东到村西,开了差不多一刻钟,聚马河从村边流过,我们来进一座石桥亭下。 这情景让我想起小时候读过的一课书,聚马河,靠山坡,弯弯区区绕村过。 父亲说,就是这桥,我们走上桥,父亲说,看看吧,那就是你母亲以前住过的房子。 高高的土货上,一排成就的瓦房,为了一圈简陋的黄土矮墙,夕阳下尤其显得寂寞,黯然,甚至腿躺,那矮墙。 父亲说原先没有,原先可不是这样,原先是一道青砖的围墙,原先还有一座漂亮的门楼,门前有两棵老环树,母亲经常就坐在那环树下读书。 这回我们一起走进那院子,院子里堆着柴草,堆着木料,灰纱,大约这老帮是想换换模样了,主人不在家,只一群鸡哥哥的脚,叔叔说,就是这间屋,你爸就是城市。 从这儿把你妈取走的。 真的?问他呀,父亲避开我的目光,不说话,满脸通红,转身走开,我不敢再说什么,我知道那不是因为别的,是因为不能忘记的痛苦。 母亲去世十年后的那个清明节,我和妹妹曾跟随父亲一起去给母亲扫墓,但是母亲的墓已经不见,那时父亲就是这样的表情,满脸通红,一言不发,都一头心一头的挤走,马上遍野的找寻着一棵红风树,母亲就放在那棵树旁。 我曾写过,母亲离开得胎突然,妻只有四十九岁,那时我们三个都被这突来得恶蕴下傻了,十年中谁也不敢提起母亲一个字,不敢说她,不敢想她,连她的照片也收起来不敢看。 直到十年后,那个清明节,我们不约儿童的说起该去看看母亲的墓了,不约儿童,可见谁也没有忘记,一刻都没有忘记,我看着母亲书架前住的那间小屋,不由得有一个问题,那时候我在哪儿,那时候是不是已经注定,四十多年之后,她的儿子才会来看望这间小屋。 来这儿想象母亲的,年初假的情景,一九四八年,母亲十九岁,未来其实都已经写好了,站在我四十六岁的地方看,母亲的一声,已在那一阵起庆的唢呐声中,一字一句的写好了,不可更改。 那唢呐声,沿着时间,沿着阳光和季节,一路风沉雨雪,传到今天才听出她的爱婉和苍凉。 可是,十九岁的母亲听见了什么,十九岁的新娘有着怎样的梦想,十九岁的少女走出这个院子的时候历史与她合肝,她提着婚礼服的群聚,走出屋门,有没有得看看这个院落。 她小心或者急切地走出这间小屋,走过这条永道,转过这个墙角,迈过这道门槛,然后入族,她眼望去,她看见了什么? 啊,巨马河,巨马河上绿柳如烟,雾海飘荡,未来就藏在那一片浩渺的苍茫之中。 我寻着母亲出嫁的路,走出院子,走向河岸,去马河,被喜不惊,必像四十多年前一样,翻动着浪花,平稳浩荡到奔西前城。 我坐在河边,想着母亲曾经就在这玩耍,就在这长大,也许她就攀过那棵树,也许她就洗过那片水,也许她就躺在这片草丛中想象未来。 然后,她离开了这儿,走进了那个喧嚣的北京城,走进了一团说不经的历史。 我转动轮椅,在河边慢慢走,想着,从那个坐在老滑树下读书的少女,到她的儿子终于来看望这座残破的杀人。 这中间发生了多少事呀? 我望着这条两端不见头的河,想,那顶花角顺着这河岸走,锣鼓声渐渐远了,索曼声或许半母亲一路,那一段漫长的时间里她是怎样的心情? 一个人,离开故土,离开童年和少年的梦境,大约都是一样,像我去串联,去插队的时候一样,顾不上别的,那对前途的神秘所吸引,在那神秘中描画幸福与浪漫。 如今我常猜向母亲的感情经历,父亲和后老师都完全缺乏浪漫,母亲可是天生的多情多梦,她有没有过另外的想法? 从那绿有如烟的河岸上走来的第一个男人,是不是父亲? 在那乌买苍茫的河岸上,执意不去的最后一个男人,是不是父亲? 甚至,在那绵长的所耐生中,有没有一个立于河岸,一直眺望着母亲的花叫尖行尖咬的男、人? 还有,随后的若干年中,她对她的爱情是否满意? 我所能做的唯一见证是,母亲对父亲的缺乏浪漫常常哭笑不得,甚至叹气连声。 但这个男人的诚实,抠道,让她信赖终生。 母亲去世时,我坐在轮椅里连一条谋生的路也还没找到,妹妹才十三岁。 父亲一个人单写了这个家,二十年,这二十年母亲在天国一定什么都看见了,二十年后一切都好了。 那个冬天,一夜之间,父亲就离开了我们,她仿佛终于完成了母亲的托付,终于熬过了她不能不熬的痛苦,操劳和孤独,然后急着去找母亲了。 既然她在这尘世间连坟墓都没有留下,老家,卓州,张春,知哪河,这一片传说或这一片梦境。 常让我想,躺那河岸上第一个走来的男人,过那河岸上,执意,不去的最后一个男人,都不是我的父亲。 躺那个立于河岸,一直眺望,这母亲的花叫奸行奸样的男人成了我的父亲。 我还是我吗? 当然,我只能是我,但却是另一个我了。 这样看,我的由来是否过于偶然,任何人的由来是否都太偶然,都偶然。 还有什么偶然可言? 我必然是这一个,每个人都必然是这一个,所有的人都是一样。 从老家久远的历史中抽取一个点,一条线索,作为开端。 这开端,就像那年年不断的唆呐,难免会引出母亲一样的坎坷与苦难,但必须到达父亲一样的煎熬与责任。 这正是命运要你接受的想念与恐惧吧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大熊 窝家。 窝家。 窝家。